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太平霹雳州 然后我们的第一站是来参观这个 安东咖啡厂 对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全马来西亚最老 全马来西亚最老的咖啡厂 是从1933年到现在 开门的时候 已经浓浓的咖啡味已经进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下去咯 这是孙中山河海的红颜知己 曾经居留过的别墅 里面这个屏风是有人高价要买一下 这个屏风可是他们简绝的不要买 这个安东咖啡 它是南洋正宗的探讨咖啡 所以在我们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整排的各种的风味让我们尝试 咖啡 第二站 刚参观完了那个马来西亚最悠久的咖啡厂之后 我们来到这一个 龙翔制作的工厂 这种这种树它有那个黏性吗 等一下我就用这种 放了水它会黏了 对放了水它自然黏了了 摩蛋 才给一个师傅装那个鼻齿啊牙齿的 其实制作好一个完整的龙翔呢 如果是小的size的话是需要大概三到五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一只龙翔 那如果是要比较大size的龙翔的话就要用六个月以上 因为整只龙翔它们都必须要用自然的风来吹干的 所以龙翔的头呢是用一个机器碾成一片了出来 再用人工来把每一个五官捏出来 用手捏出来的 所以在捏出来之后它们还需要上色 然后要用自然的阳光照射才可以把整个龙翔吹干 然后才可以真正的完成一只龙翔 所以是必须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把一只完整的龙翔做出来 我刚才爬回来之后我们就出来了 我们去那个龙翔厂结束了之后我们刚刚就去吃个午餐 然后现在是午餐结束我们来到这个拱厂参观是专门做黑火炭的 所以现在要进去看一下它们是整个火炭的制作过程 本来就说明说这边的炭水会是专门的 烧烧烧烧烧到那个炭都变成 发那个红薯变成炭 我们这边不是烧的 我们这边是熏的 狗的 狗到它变成这样漂亮的炭 大概60到70% 我们这边的炭是出国到日本 如果是日本人喜欢我们这边的碳 就说这个碳不简单了 都是属于很好的碳 很高等的碳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没有变成这样漂亮的碳之前 我们来看红树是怎么样的 这个太小枝了 这个对你们这一般没有挑战 我们去找一个比较挑战的 好 我们过来这边 OK 来 OK 我们这边呢 我们做碳就是用红树 马来文叫Bakao 英文是叫Mangrove OK 为什么我们叫红树呢 好 红树是里面是红红的 以前的人就拿这个来染色 要染衣服 然后你染白衣都可以变成红衣的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因为我要你们站出来这边试试看 把这个提起来 但是不要中到衣服 衣服会染到色 好 来 哪一位要出来先 女生先 Ladies first 是的 哇 还来一点点了 OK OK 给他拿 阿姨的灯肉不够阿姨不够 重嘛 我看不够耶 你拿了吗 因为你越来越低耶 你拿了 你拿了呗 不吃住耶 你看很容易啊 你听你听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要手放这边 对 可以啦 可以 伸在一起 yes 两只在一起 不可以 发光 发光 快点 哦 胸痛 我可以放进去里面一只这样 大大小小这样 大概1500只 总共的重量大概是50吨 变成炭过后 你们猜猜看会剩下多少 嗯 我们只剩下10吨罢了 刚我们进去这个火炭厂被熏了一轮 然后老板有给我们解释说 制作火炭的过程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码头 哦 可以出海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哦 哦 刚我们进去了那个火炭厂 原来火炭 才知道原来火炭是用红树林的木头 去 呃 去蒙的 而不是去烧啊 还是去什么样的 只是去蒙出来的那个火炭 50吨的那个红树林木桶放进去 到最后 红出来变成火炭的时候 然后只剩下10吨 火炭的制作过程是 呃 也是很 要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量却很少的 然后现在我们要出海去看老鹰 上转了哦 对 稳定点不要乱 稳定点 OK我们稳定了 后面要有中央级 哈哈哈 ische 現在我们来到这个叫什么 无人岛 无人岛 没有电 没有线 没有水 也没有网路的地方 水是来自天上的水 电是来自太阳能发电机 所以这里的老人家的生活就非常的游宅 伯父们就是在打麻将 伯父们就是晒晒日光浴 补补鱼 喝咖啡 而且这边的咖啡是用 雨水来泡的 这一座天主教堂 在这个岛上最特别的就是 是由道教的人来打理这个天主教的 现在我们下一个活动要去 去哪里 喂山豬 喂他的朋友 我的朋友山豬 他是白猪 但是他的朋友是 沙德 在波斯 在波斯 在波斯我们有一个蓝色小屋 然后在这个老港这一边 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小 也是海上小木屋 他讲一切 他在这边生活的 小时候在这边生活的时候 脏潮的时候水很高 然后他坐在他家里的门口 他就可以直接看他的前面 就直接可以看到海豚 就是这一边 在这一间学校目前只有六个学生 三个老师 还有一个校长 然后最低年级的 一年级没有学生 二年级没有学生 剩下三年级有一个学生 我们今天是十八丁海上半日游 刚才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是 魏老英 然后第二个是老港 那个无人岛 无人岛 没见没水的地方 然后 之后我们就去一个养鱼场 喂鱼 现在我们回到十八丁这一边 然后 他讲这里人口多 多数都是草头人 等福建人为主 然后现在我们要走路去看 马来西亚第一个火车头 介绍人就跟我们讲 这一边的船的一些故事 就是他们这里的船有分 A船 B船 A船 它就是 有一个 它就是 补贝壳类 然后B船 还有那个 网轮 所以它是捕鱼类的 贝壳类 好在也是可以 没有 是捕鱼 然后他们的船大概一台小台的 就六十千马币 六万块马币 然后大台的 几乎要上百千 然后他们的船 半年要去service一次 因为 那个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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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每半年就要做一次船的service 然后一次service 最便宜大概就是六百块 大概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去看这里的情人桥 还有第一个码头 我后面这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火车头 然后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火车 也没有火车轨道了 它 呃 这个站台就留住做纪念 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火车头 现在我们要回去吃晚餐 我们要回去吃晚餐 我们吃了晚餐 现在要去哪里 海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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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鸡 飞到东 海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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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七天到十天到十四天 十天到十四天 然後為什麼他們會發光咧 因為他們要新配藕 要新配藕 交配罷了 然後螢火蟲的食物來自哪裡咧 那個樹的葉子的粉 粉末 那叫水流樹上 他會自己在葉子上面 會自己分泌一種食物 就是轉門給螢火蟲的 對,是一種粉末 我們看完螢火蟲 現在要回去我們住宿的地方 終於提出我們一天超充實的行程 回到我們的酒店 我們住的是在太平的一間 container hotel 在我後面這一棵 是一棵很歷史悠久 142年的橡膠樹 哦,我們現在在 就是從太平往儀寶的路上 然後經過 然後我們就來看 後面這一棵 後面這一棵 橡膠樹 為什麼它會這麼特別呢 因為它是馬來西亞的第一棵橡膠樹 那時候是從 巴西運了9棵回來 第一棵就失蹤在這邊 所以那時候一番種成功了 之後就擴散到整個馬來西亞 所以這就是它特別的地方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棵回教堂 是Guala Gangsa 也是馬來西亞算美 有排名的一間回教堂 因為現在很大的雨 所以我就上車 跟你們分享這一個教堂的故事 它是建於1917年的 然後那時候為什麼會建這個教堂 是因為那時候的這一任蘇丹生的重病 然後他要去新加坡做治療 然後可是從Guala Gangsa這邊 去到新加坡的路途非常的遙遠 在1917年的時候是很艱辛的 很難開關 然後他就跟他的阿拉 就是祈禱 跟他說如果他真的有成功去 這個新加坡 治好他的病 回來就要建一個教堂 以示答謝 所以他就真的把他的病治好了 然後他回來就建了這個教堂 然後這個教堂其實在那個年代 建這樣子一棟教堂 只需要200千的馬幣 然後 那時候200千馬幣很大哦 OK 所以他就是在那個年代 建這樣美的一個教堂 就要用200千馬幣哦 然後 他的設計師是來自歐洲還是英國 我忘記了 來自歐洲的一個設計師 對然後他也是 他有講他名字 Michael Angelo 不是他叫Bernard 然後 他也是設計馬來西亞的那個火車站的 同一個設計師 所以 都非常的 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有他的一個 風味 所以現在我們要去下一站 下一站哪裡 不知道 下一站 下一站 我旁邊這座就是維多利亞橋 它是1900年馬來西亞開始建的這個橋 橫跨霹雳州的大橋 這一座是馬來西亞百年歷史的一座老橋 叫維多利亞橋 當時後是因為在儀寶跟太平的西礦業非常的發達 所以就要建這一座橋 通過這一座橋運去那個18點的港口 然後再出口 他們就想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然後這個日本軍曾經有炸過這個橋 然後為了就是要斷掉英國 殖民軍運送食糧的一個軌道 然後再來第三個故事 就是在前朝政府曾經有想過 把這一座橋拆掉 然後拿去賣廢鐵 然後可是就被這一邊的人民反對 他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來反對這個拆橋的這個活動 所以到最後就把這個橋留下來了 所以這個橋是非常有歷史性的一個橋 而且非常的壯觀 style 接著 在這 дет充第三國盆 這個橋的橋劉 就對